Hello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黄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床车 相对于仿车来说的话 小黄觉得这辆车的话 可以从外观上面就决定了 它的通过性是超强的 而且的话 外观看起来 有这种非常胆小惊悍的感觉 长度的话是4951 宽度2032 高度的话 由于车主 它是加了一个车顶的换气扇 是达到了2米15的高度 车有反馈的话 它这个下肌库2米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外部改装方面 这个左后能的鞋后方 这里是一个加水口 然后往前面看过来的话 它这里是有一个试电接口 车尾的话 它是一个对开门 后部也加了一个背拆的支架 可以看到这个车尾的保险杠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拖车的电源接口 车顶的话 它是加装有300瓦的太阳门 右后能的鞋后方 是有一个户外的领域器的一个舱门 中门和副驾下方是有一个脚踏 整个驾驶室的话导航 然后咱们重点看一下 这个方向盘的话 也是由我们之前有些改变 然后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2.07的汽油发动机 批配的是一个6A7的自动变速箱 中控以及主副驾的车门内饰是没有做出了更改的 因为咱们崇尚的也就是一个实用耐用 这辆车的话 它是装有600A的凝三体理件池 以及一个3000瓦的逆并器 而且它安装的位置特别隐蔽 就是在咱们副驾的一个下方 然后咱们掀开下面可以大概的看到 主副驾的这个座椅都进行了这种超轻皮的包式 质感也是非常好 然后中间的话 它是有一个扶手的冰箱 这个冰箱的话 它是一个活动的 咱们也可以拿到户外去使用 那么车友在这里就有些疑问了 通常咱们这个位置的话 它会有一个手刹 可想而知 它的手刹也肯定是变了 主架前面啊 方向盘的这个下方这个位置 有一个键子手刹的按键 驾驶座椅啊 这里是有一个支架 这里有一个夜景显示屏 然后打起来之后 再结合后面的这个卡座 这样子的话在这里 看电影然后办公 再黏上自己的电脑 这样子的话非常的好 驾驶座往后的话 这个二排座椅 侧边就是它整车的一个控制区域呢 上面有一个固定器 下方的话充电接口 然后下方有一系列的机械的开关 下方的话 它是一个暖风的出风口 采用的是一个进口水暖的燃油质水加热器 再往上边看过来的话 它原车的这个这一块玻尼 改成了一个推纳窗 后部的这个二排卡座 也是换成了这种微停的同款的一个座椅 舒适度非常好 包裹性的话还是很强的 靠背是可以完全打皮 然后再把后面的这个床架往前面拉 在上面铺上床板 然后放放上床垫 把被子这些扑上去 这样就成了一张 这个长度可以达到接近两米 然后宽度的话是90 90多公分的这个单人床了 然后它后面 因为它这个车的话 整车是六座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这个座椅的话 三排座椅是完全隐藏在这个内部的 因为考虑到这个是属于 要满足一个合法改装的条件 整个顶部 咱们看一下 上面有这种直接带按键的这种灯光 后面的话也一个 然后后面的卧室区域的顶部 是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因为车小的话 内部空间不大的话 就要考虑到内部的整个通风换气的一个效果 它后部的话 同时中间可以搭一块折接床板 使后面成为一个横床 这样子小孩子睡在后面 作为一个横床使用也基本够用 然后在这个另外一侧 它这个板子是可以打上来 然后后面的话 它这里面会做一个洗手盆 然后做一系列的一个其他的设计 然后这样子平时也不影响使用 现在打开尾门之后 整个看起来啊 这样子通透性还是很强的 这辆车的话 它也是装有100升的一个清水箱 它的水箱是装在了几盘的下方 没有占用车内的一个空间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这一辆 功能特别齐全的一个床车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思议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